全球华人正在欢度春节 中国大陆神舟15号的太空人 也从太空站来拍影片 向中国大陆民众来祝贺新年 中国人民新春快乐 新年快乐 三位神舟数号太空人分别是 费俊龙 邓清明 张璐 分别拿着亲自写的春联 向民众来拜年 而太空舱也贴满了春联 跟挂满了春节的装饰相当喜气 而另外大陆太空站 也办了第二届的天宫画展集结 很多青少年的画家 在中国大陆的太空展示站 展现出来 希望为青少年带来更多的太空梦想 为了要庆兔年 大陆的山西有一间动物园 办了虎兔交接仪式 结果没想到变成的是血腥生态片 虎兔交接仪式现在开始 不 难怪它会叮嚇 你看小老虎完全失控 直接就对着这只小兔子 非常有兴趣 大口直接咬上去 场面直接失控 还好啦 赶快分开 兔子也没有事情 这个小老鼠 不小老鼠 小老虎应该也是玩得蛮快乐的 只是这样子的活动 超乎大家的想象 所以草草结束 网友就说 这个兔子年差一点变成年夜饭了 这下子还得了 再来十二生肠 你有数到猫吗 应该好像是不太可能的事情吧 但是在一个国家真的有 这是在越南 越南年货大街上面 正在卖的是过年的商品 但是却有一只印着一只只的小猫 十二生肠的兔子 跑到了越南竟然变成了猫 原因是因为越南是全球唯一会庆祝猫年的国家 越南首都河内的街头 现在满满都是猫咪的装饰 形态割异 有的巨型雕像 做得栩栩如生 走进当地的年货大街 一眼望去也都是猫春莲 招财猫等饰品 当亚洲各国都迎接兔年报道 但越南却是唯一庆祝猫年的国家 属兔的民众来到越南 越南生肖就会自动变成鼠猫 但为什么会有猫无兔 目前众说纷纭 有人说因为汉字卯字 和越南语的猫发音相似 因此兔卯年就被物当成了猫年 还有一种说法是十二生肖 当年传入越南的时候 越南还没有兔子这种动物 越南人只好以猫代替兔子 又有人说越南古时候鼠患严重 猫是抓鼠的小帮手 越南人将猫视为吉祥物 所以十二生肖当然也少不了它 又有人指出十二生肖 蛇排在龙之后 并将蛇昵称为小龙 老虎之后跟着猫似乎更具逻辑 因为老虎通常被叫做大猫 在越南猫年被认为是幸运的 和华人的龙年一样 都会有比较多的新生儿诞生 尽管越南在十二生肖立体 喵新人 但根据越南的习俗 春节期间不可以送猫给朋友 民众外出拜年也很忌讳遇到猫 生怕损及未来一年的运气 记者综合报道 在农历过年期间 贡机没有放假 国防部说 从除夕当天的早上六点到晚上六点 总共是征获了十架的贡机 四艘的贡舰在台海周边活动 不过这次并没有超越海峡中线 以及西南空域 今天晚上睡不好觉呢 跟阿比一样呢 浅眠的人呢 是不是一点点声音 就让你睡不好呢 现在阿比要推荐你这个 用喝的就能抒压的饮品 梦梦水 睡前三十分钟喝一包 就可以让你轻松无负担 现在赶快上快点购 还有优惠强好康哦 我们下期再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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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下期再见